国家银行再次维持隔夜政策利率在3% 是的 这是去年5月以来连续第6次按兵不动 如果政府落实补贴合理化 全年通膨预计会在2%到3.5%之间 同时再次强调另几汇率并没有反映出我国经济基础面 国家银行在今年第三次货币政策委员会议息会议后 再次宣布隔夜政策利率保持不变 继续处于3%的水平 国航在文稿强调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支持经济 和当前对通膨率及经济增长前景的评估一致 针对我国经济前景 在强韧的国内支出和积极的出口推动下 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活跃 在全球科技上升周期和非电器电子产品持续走强的情况下 我国的出口预计会进一步复苏 旅游业和消费支出也有望上升 积极的就业市场和薪资增长支撑了家庭消费 公司领域的多年期项目也支撑了投资活动 尽管如此外部需求低于预期和原产品产量大幅度下滑 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我国第一季度的整体通膨率和核心通膨率 平均是1.7%和1.8% 预计全年通膨将保持温和 反映出稳定的需求和受控的成本压力 不过政府补贴价格控管政策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都有可能影响今年的通膨率 考虑到补贴合理化的潜在影响 今年的整体通膨率预计平均处于2%到3.5%之间 核心通膨率则会落在2%到3%之间 近来令吉跌跌不休的状况和物价飙涨 都引起了极大的担忧和不满 国家银行重申 现在的令吉汇率不能反映 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 因为许多外部因素 包括持续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 都有可能导致汇率波动加剧 另外在积极的劳动市场状况 和通膨逐渐趋缓的状况下 国行预测全球经济将持续增长 不过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依然面临下行风险 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通膨高于预期 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等等 我们下期一本就希望你进入转小时的地缘 我们下期一本就会在下宿 那么如果今天有的路过 补给别人资本 像不过无论 正在参加